文綺 郭文綺 李宗盛 好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 今天黨團記者會在這邊 有我跟黃世杰副幹事長 以及王美慧跟林楚音副書記長 來跟大家主持 今天民進黨首先要表達的是 中国以商逼政 以农逼政的恶劣行为 那鲜水果再鱼产 那中国以农逼政 企图影响大选 那这是中国我们可以看到说 从上个礼拜的石斑鱼 到昨天的白带鱼 然后以违反贸易条件 违反国际贸易原则跟惯例的做法 下股下药 然后用各种方式 各种名义 来禁止台湾的农鱼产品 水产品来出口中国 造成以农逼政 以商逼政 这样的一个政治企图 那首先我要跟大家报告的是 为什么我们说这是中国的企图影响台湾大选的行为 在2018年的时候 年底大选 民进党我们的确大败 那那个时候有很多都关于农产品 台湾农产品对于农渔民伤害的新闻 国民党配合后来发现是中国中央厨房制造的 我拿的这一张是其中一个例子 2018年6月7号的新闻 那个时候有几个事情我再跟大家说明一遍 那个时候有一位媒体人李慧怡女士 在那个拿出民国96年2007年的旧照片 被拿来当作假新闻 然后说高雄旗山美农有大量的香蕉 遭到气质 这是其中一个 那这一个呢 是在2018年 在网路上面突然出现了一张照片 是说台湾有很多的凤梨过上 那个生产过剩被拿来大量倒到水里面去 结果后来发现这一张照片 是中国广东自己凤梨生产 大量生产过剩的一个这个照片 跟台湾一点都没有关系 但是那个时候的国民党的党团 的党部包含那个清工会 包含南投县党部 他们都拿了这一张来对媒体发表 在网路上面制造台湾农民的这个产况 制造这种假的讯息 造成农民对政府的不信任 虽然农委会跟民进党的 还有各地方政府 甚至是农会多次解释 但是这种中国企图影响大选 透过中央厨房制造假新闻的这个事情 层出不穷 2018的确有效 所以这几年来 从农委会到地方政府到各级农会 我们都很小心谨慎的处理各种 跟农渔民有关的这些议题 希望农民不要受害 也不要被误导 所以在选前出了这些 鲜水果在鱼产 然后让台湾没办法出口 甚至他们告诉国际说 台湾的农产品跟鱼产品里面有虫害 有要害 这些不实的做法 也不让台湾有科学的检验方式 来跟他们做 这个农产品出口的这个相关的对谈 所以这一点不科学 违反贸易公平性 就是要做政治操作 企图影响大选 这一点民进党团在这边表达抗议 好那接下来这个 最近的随产品的问题 我们请王美惠委员来跟大家来补充说明 大家好 大家早上 在这里这几天我感觉 农民和移民都非常烦恼 在这里面说到照办 我相信我们台湾要出口 去外国的时候 它都非常谨慎 因为它辛辛苦苦 吃的虚子 也不可以买好够 所以如果特别 去到中国的时候 中国都是这样 在打抗台湾 你看虎子也好 当久以来 我们的烊舞也好 宋舍也好 王来也好 金焦也好 你看这是 我们台湾最好的水果 和虎子 都是每次 都要打抗台湾 都要打抗台湾 你如果有什么问题 你要说清楚 说也说不清楚 只说你进来有毒 跟你是中国很大的 全世界都没有发生 没有条款 所以在这里 我觉得 不要再打抗台湾 不要再骗了 台湾人 移民 农民 都是要整好 吃好的 虎子去买而已 它不买 所以不要这样 去吞打 这些虎民 跟农民 在这段期间 你们看 这都有正记的 用来 年无 设计 再来 最近 会接班 你看接班 是 大家说到接班 都比大区买的 跟中国这个国家 不管是 就是台湾 进去那里有毒 在这里 我们台湾 一定 要认识 所以 所以我們有在這裡要申訴 不是在中國說的尊勝 不是在說的尊勝 所以說我們民意代表說話不能太錯路 如果說到中國這國對台灣人 我那天說的比渣男還渣男 說實在話欺負台灣人太累了 每次大選舉就這樣做 真的會笑死人 台灣人現在很聰明 知道他們要什麼辦法 所以在這裡要讓全世界跟台灣人跟伊民說 我們有認真打拼去做 我們的政府都有去檢驗 所以不要再騙了 不要再騙了 伊雄 好 對於中國 對於我們的水果跟漁產 企圖用以濃逼震的方式來影響年底大選 我們這邊跟各位報告完畢 接下來的第二題 政府聘請美國的政治公關公司 也達成了一些任務 這是過去國民黨執政跟到現在 過去外交系統 在台灣的外交困境之下 在美國的外交工作的慣例 這一點我們請林淑英委員來跟大家補充說明 延續剛剛王美會委員的發言 就是我們知道其實最近這一陣子以來 台灣在許多國際上的展現 尤其是國際友邦的力挺 那麼看在中國的眼裡 那簡直是無法見容 包括就是我們最先前 我們看到的是美國 許多的挺台 不論是拜登的發言 或者是相關國會挺台的法案等等 到最近我們看到 哥本哈根會議上 響應總統以視訊的方式向全球發言 甚至於連澤文斯基都強調 要力挺台灣跟立陶宛 再來就是我們知道我們的鄧正中政委 現在在WTO當中 不論是跟歐盟各個國家 進行的所謂雙邊的會談都非常的順利 大家都認為挺台灣是非常重要的 在此同時我們看到的是 中國用這樣企圖以農來逼正的方式 不只是要影響台灣的選舉 也是要打壓台灣在國際上面的表現 那麼對於媒體這樣的報導 我希望這不是一連串的動作 來藉機打壓台灣 我想從這個過去以來 外交就是一連串的 是有嚴貫性 所以包括在美國這樣的一個政治氛圍之下 其實所有的這些各界的政治人物 想要進入美國華府來進行 所謂的關係建立 那麼透過所謂的公關公司來進行遊說 這是已經由來已久 這也是為什麼會有 在美國的官方文件當中 你會看到有所登載 所以說我要講外交是延續的 政府也是延續的 所以說不論是哪一個執政黨 包括從過去的李登輝時代 最有名的就是卡西迪 接下來包括 不論是陳雪扁總統 或是馬英九總統 到現在蔡英文總統 其實我們在外交當中 特別是在大家所看到的 我們的立法院的預算當中 其實非常明顯的就是 外交部他是明明確確的 就登載在外交的預算當中 這邊有北美司相關的國會運作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昨天外交部會特別發出聲明來做澄清 就是希望媒體不要用這種所謂政府 都是花錢買來這種錯誤的字眼 來引導民眾 因為第一線的外交人員在做外交 是非常辛苦的 包括現在我們的蕭美琴大使 在美國的所有的外交的 不論是展現或者是接觸 都是外交人員 大家像跌磚塊跌計目一樣 一點一點一滴累積下來的 如果要這樣講說今天花錢就是錯誤的話 我必須講根據媒體的報導 馬英九總統在他執政的時候 他用了六家公關公司 但是他的外銷的展現跟成果有現在好嗎 身為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我看到這些外交成就 我其實非常感動 所以我不願意去批評 馬英九他用了六家公關公司 成果就不好 因為那都是同樣的第一線的外交人員在做努力 大家是一點一滴像堆積木當中積累出來的 而這也是不只外交人員 包括全台灣的民眾一起所展現出來的努力 所以我也希望特定的媒體 不要用這種帶風向的方式 去操弄或打壓現在我們的外銷成果 因為這些都是對第一線最大的打擊 我要再次強調 當你打擊台灣的外交 你就是站在台灣的對立面 那也就是在幫中共帶風向 這是太對不起外交第一線人員 好 接下來有關於國民黨今天還在持續 在攻擊政府在快篩季的採購上面的一些問題 我們請黃仕傑委員來這邊說明 好 謝謝該市長 我想今天國民黨延續昨天的記者會 持續的針對 包含台中市政府 以及高雄市政府所採購的 這一家富樂快篩試劑 美商愛康公司所製造的富樂快篩試劑 其中有部分用衛貌 或者是中國製的產品來混沖 來改標之後 供貨造成民眾跟我們政府的權益損害的問題來指責 那麼我們先看事實上快篩試劑的進口 它申請的流程裡面 本來就有可能同一種的產品 有不同的廠商都來申請進口 所以是不是我們初步整理出來 大家可以看到有相當多不同品牌的快篩試劑 都有不同家廠商取得代理 或者是說進口的身份 他們都會向位服務來申請EUA 像食藥署來申請EUA 只要這個產品是合格 經過它準備相關的效能 以及製造地等等的文件 來跟我們的食藥署來申請 食藥署本於盡快提供 足量的快篩試劑 供我們台灣社會所有的人來使用的立場 再經過嚴謹的審查之後 確認提供的文件 上面的資訊都屬於正確的時候 他們就會來核准 那核准之後這些快篩試劑 才可以從國外來進口進來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普遍的情形 不同家廠商 他們要為自己提供給食藥署的文件上面 所載的這些資訊是否真實 是否正確來負責 當然後續在進口的時候 是否誠實的依照申請文件所載的產地 以及品名來做進口 這個也是廠商他們的行為 他們必須要負責的地方 那麼衛福部的審查一定是依照相關的規範 那麼再來呢就是事實上昨天呢 我們也本來就已經看到 EU科技這家公司 也就是呢 這個有像衛福 食藥署來申請進口這個 富樂的快篩試劑的兩家其中一家 也就是現在我們所講的這個 違法的這個大新資訊 執行長的前公司 那他們自己本來就有發表這個聲明稿 那相關的事情呢 我們昨天也有講過 也就是說他們發現 這個美國FDA在這個3月的時候 就已經發現說 同一家公司的產品有兩種 一種是叫做這個 Home Test 一種叫做Rapid Test 那所以呢美國FDA發現說 他們核准的叫做Home Test 那麼Rapid Test這一款產品呢 在中國製造 它是消往歐洲的 美國並沒有核准 所以呢 EU科技這家公司在美國 他也用這一個公告去說 他們會回收 在美國販賣的這一些 並不是經過美國FDA核准的這些產品 所以一開始就有兩種產品 那麼台灣也是一樣 台灣只有核准 跟美國FDA核准一樣的這一家 叫做Home Test 這個品名的產品 就是白色的這一種 那藍色這一種呢 事實上我們的食藥所衛福部 是從來沒有給予核准的 那麼EU科技的聲明也提到 跟也提到說 事實上 這個我們調查局也去調查出來的結果 跟他們的聲明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是大興資訊 這位黃南靖先生 他從EU科技跳槽過去大興之後 他用原來EU所申請的這個EUA的文件 重新去向這個衛福食藥署來申請 但是市面上卻出現了 因為他們5月13號公文去給衛福部的時候 他們也並不知道是哪一家廠商在做 所以他們的公文裡面只是約略的提到說 發現網路上有儀式 是這個有混帽 改標 換包裝 好用這個Rabbit Test 的這一家的這個貨員 來混沖這個HEM Test 這個產品的這個情形 所以他們主動申請了 把EU科技自己的這個EUA申請撤銷 那衛福部呢 接到這個公文之後呢 當然除了一方面 照EU科技的申請 在6月10號的時候 把他的EUA撤銷之外 也去查詢了 也去比對了 這個大興科技 他們所送的 大興資訊所送的這個 申請EUA的文件 那但是呢 因為文件上所載的資訊 都是相符的 廠商沒有依照 他向食藥署跟衛福部 所承諾 所申請的文件 去執行後續的進口 而且呢 還做出了 從第三地轉換進口之後呢 改標這些違法的行為 這些當然是這個廠商 必須要負起權責 那麼衛福部呢 在台中市政府 跟高雄市政府 他們發現了這個情形 之後呢 也立刻做出了相關的數字 檢調單位 也立刻做了反應 要求 現在已經是把負責人 朱董事長交保 並且命他回收 一千兩百萬元 也查扣了 也清查他們的資產 做後續賠償之用 那麼在這個 執行業務的這個 執行長黃南進的部分 也收押進見 一定會把這個事情 查得水落石出 那麼我們要呼籲的是說 這個純粹是一起 這個廠商 這個沒有遵守 法規 沒有遵守遊戲規則 意圖呢 跟去年的這個 用大陸製的口罩 來混帽 這個台灣製的口罩 這類似的情形 屬於廠商 惡劣的 這個違法行為 那麼請不要 用這個政治操作的方式來操作 因為這個是屬於 非常重要的防疫物資 那麼政府一定會做好把關 那麼 在這個審查快賽試劑的 這個程序上面 有沒有可以再精進 來預防這樣的策略 所以我們要請食藥署來講清楚 例如說 關於這個生產地 是不是在查核上面要做更確實的檢查 跟這個事實資訊的比對 這個是 這樣請食藥署這邊要來加強說明的 但是我們可以說 這起事件最主要 事實上就是這一個廠商 他這個 說這個防菌子不防小人 如果說他在 一切提供合法的資訊 來申請 最後他做違法的事情 這個我們當然絕不寬待 一定要要求 這個檢調也好 食藥署也好 針對這樣子劣質的情形 來做最嚴格的處理 以上 好 那下一題 反送中三週年 那有媒體報導 香港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的教科書 那都已經改稱說 香港不是 不成是英國的殖民地 那也指說反送中運動 那包含說 這幾年 國際認可 認為反送中就是一個民主 然後香港 那個人 人民民權的這些活動 是恐怖主義外國勢力滲透 把他列到教科書裡面 那問一下長團的看法 第一個 洗腦一向是中國共產黨的強項 從過去的毛語錄 現在的習思想 大家要背小紅書 那到這幾十年來 對於新疆 包含西藏圖博集中營 做洗腦的這個教育 然後還做勞改 各種的各種方式 不人道的這些作為 那到現在的網路中央廚房 像中國他們自己的人民 跟國際 那尤其是包含台灣跟美國 做以民主的方式 以資訊戰的方式 來做認知作戰 來做滲透 這個都一向是中國的強項 這也就是這幾年 為什麼全世界 對於中國的資訊產品 對於中國的網站 對於中國的資訊 然後通通要做相當程度的管制 這是中國在做洗腦這個政治工作 對全世界散布他們 那個威權思想 他們的這個結果 這也是他們過去 維持他們中國執政的慣例 所以在香港經歷過反送中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 他們包含說區議員 立法議員 他們的選舉裡面 都加了愛國條款 那個愛國條款 就是要照他們的講 要被習思想 要被毛語錄的那些 叫做愛國人士才能治港 那包含這一次香港的特首改選 已經空前絕後 達到99%以上的同意票 這個都是讓全世界看到說 中國為了要達到統治香港 然後用高壓的方式 已經沒有一國兩制 那甚至要透過洗腦的方式 等於小朋友開始要交情 把香港中國化 把澳門中國化 這樣的一個結果 所以對香港過去習慣於自由 然後的一個體制來說 他們一定相當的後悔 那也相當希望說 他們沒有辦法接受 中國這樣的統治 所以在這點上面 我們對香港 澳門現在的處境 我們表達很深刻的遺憾 那也希望說 香港的 港澳的這些朋友們 我們台灣會提供 會提供所有必要的協助 我在這點上面 在香港跟澳門 已經中國內地化了 這個幾乎已經成為 無法回頭的趨勢 這一點對國際社會來說 對台灣來說 那我們會提供必要的資源 這也是香港跟澳門 逐漸失去世界上面這種 中國之珠 然後這種香港的特殊的 經濟貿易的地位 已經都失去了 這也是他們中國用洗腦 威權控制之下的一個結果 對香港人相當的不公平 這一邊我代表黨團來表達 那各位還有沒有其他媒體的提問 還有沒有各位時事提問 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黨團的記者會 我們先到這邊結束 那接下來那個選舉議題 我另外回答好不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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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